另一个炸弹是一架码砍 马路旁挖个洞架炮弹 巴赫姆特城镇站这样打 坦克穿梭 每过几秒就有爆炸声 这是乌军第93机械旅最新战斗画面 到现在巴赫姆特还在火力拼斗 俄罗斯号称有新进展 但离完全控制巴赫姆特到底有多远 来自上级的时间压力 因此乌军发现俄军又在集结 为了多巴赫姆特无所不用其极 连领弹都用上 爆炸火光天女散花 只是俄军光自己人就搞不定 上星期大骂俄罗斯国防部不给弹药 瓦格纳领导人扬言撤退交给车臣部队接手 结果短短48小时 瓦格纳态度大转弯 原来是国防部来摸头 两天前喊撤现在似乎又不走了 瓦格纳一边称赞有末日将军称号 去年底短暂带领俄军公屋的苏洛维京 一边有大骂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 和参谋长吉拉西莫夫 同时传出俄罗斯副防长米兹因赛夫 遭到撤换后马上加入瓦格纳 恐怕难一窥俄罗斯内部挺不挺瓦格纳 派系分裂多严重 乌军全面反攻前 俄罗斯不敢轻举妄动 乌克兰趁这个时间到德国继续练兵 而俄罗斯国内也很不平静 车子变形翻覆 地上炸出大洞 气质炸弹攻击导致反乌民族主义作家 普利平受伤 俄罗斯倒是很快宣布破案 俄罗斯公布影片里这位嫌犯号称自己是乌克兰特务 是不是真的无法证实 唯妙的是乌克兰这次并没有承认也没否认涉入 TVBS新闻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